哦,对 我喜欢你的漂亮男朋友 他喜欢派对 他在被抓之前 将箱子扔给自己的朋友梅斯 军方认定 斯诺就是杀害弗兰克的凶手 他们有清晰的录像带来证明这是真的 斯诺自己也表示一脸懵逼 这名摆着是有人想要陷害他 根本不让他辩解 他们的目标是弗兰克手中的太空计划 派肖前去套他的话 斯诺希望能够去找一个叫梅斯的人 兰格尔连言去见了总统 向他汇报了情况 总统的女儿艾米利 此时正坐着航天飞机前往太空一号参观 这是一座建立在太空中的监狱 里面关押着500名囚犯 通过重重测试 他们都无法逃脱 这座太空监狱全部开放之后 能关押50多万的囚犯 他们也可以对外出租老房 对美国来说是一项不错的收益 与此同时 这里也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监狱 在这里不会有殴打 暴动 甚至有越狱的事情发生 他们不是在管理上有多高明的手法 而是利用基础自上所有的囚犯 进入沉睡的停滞状态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艾比利不认同这种管理方法 但是能够好好地管理这群 实恶不赦的罪恶分子 和上亿美元的收入来说 这些副作用不值得一提 进入太空一号的程序十分的繁琐 要随身携带防辐射仪器 如果出现危险 仪器就会发出声响 总统女儿敏感度高于常人 从一个小小的辐射仪器就能联想到 他们是不是将囚犯当成试验品 测试太空对人体的影像 狱警当然不会承认这样的说法 他来到关押犯人的监狱 处于停滞状态 他们可以随时被解冻唤醒 狱警为艾米利安排了询问前 以便他更好地了解这些凶残的罪犯 斯诺被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 需要在太空一号复兴三十年 期间不得保释 他被注视了停滞药物 经过剧烈疼痛之后 他即将被送往太空一号 艾米利见到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海德尔 眼前这个犯人显得十分的暴躁不安 面目可憎 还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 不过他的意识还算清醒 没有受到副作用的危害 艾米利询问他关于监狱的生活待遇 这个人总是顾左勾右 而时不时挑衅艾米利 身边的宝贝尔实在看不惯 将他的脑袋按在了桌子上 可海德尔一点都不害怕 海德尔告诉他 自己是靠偷盗发家的 说着就从保镖的身上摸出了墙 海德尔在里面自己开墙 艾米利逃了出来 他告诉外面的技术人员躲起来 海德尔从里面出来之后 枪器打倒在地 他通过控制台的玻璃 看到其他沉睡的罪犯一强的兴奋 他让技术人员打开所有的牢房 500个囚犯同时促行 就算其中 有一部分因为副作用失去了战斗力 仅凭现在太空上的警力 实在难以抗衡 几百名囚犯向外面冲 场面一度失控 艾米利以为躲在操控台下 就不会被人发现 没想到海德尔犹如幽灵一样 早就知道他在哪里 显现还被打死 一时清醒的罪犯阻止着他 他不是什么良心发现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戮 而是要出去 如果艾米利死了 他们也就失去了出去的筹码 国防部很快就知道 太空一号发生暴乱的消息 他们派出航天飞机小组进行监控 这些囚犯找了一名技术人员 让他打开飞船上的武器发射按钮 海德尔像是有狂造症一样 总是控制不了自己按下了按钮 附近的巡逻飞船遭到了攻击 他们可以确定 那里已经被犯罪分子控制 兰格尔通知了总统 内部很快发生了分歧 他们根本不确定艾米利的具体位置 派特种兵器解决的成功率秒毛 肖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解决 那就是派斯诺去 他是特工出身 有一定的战斗基础 同时他也不会丧心病狂的杀人 他本来是想拒绝的 可是肖通过咖啡杯的暗语告诉他 梅斯也在太空一号上面 这就让斯诺无法拒绝了 艾米利的状况并不好 他的腿部中枪很是虚弱 好在人质当中还有医生 给他的腿部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开空一号上面的状况十分的危险 有很多囚犯都伴有狂操政 很难预料他们什么时候脑子就不清醒 他们敌我不喷 总是内部发生打斗 刺激他们一行人很快就打到空间站 他们通过监视器可以决定艾米利还活着 清醒的是囚犯还不知道艾米利是总统的女儿 很快囚犯再次打开监视器 这是他们准备的小节目 他们把预警折磨得不成人形 鼻梁鼓都被打断了 还把其他人放进冷冻室 瞬间冰冻成冰人 这才是开始 接下来每一个小时 他们都会上演小节目 直到谈判成功 蓝格2的压力巨大 这件事情再不解决 六个小时之后 新闻将会报道这件事情 到时候囚犯也会知道那是总统的女儿 他要采取谈判的手段 斯诺已经前去营救 两路人马同时行动 谈判人员和洛塞胡单独谈判 试图瓦解囚犯内部的团结 政府最多能够放走洛塞胡和他几名队友 不可能将这500名囚犯都放走 洛塞胡也要表示他们的诚意 必须放走一名人质 他决定放走艾美丽 然而海德尔根本不同意 他打伤另外一名女人质 这名人质伤得更重 谈判专家没有理由不带走他 囚犯这时发现 拔在太空一号外面的斯诺 他知道谈判是假的 开枪打死了谈判专家 而之前的女人质 也因为失去过多而死亡 蓝格2的谈判彻底失败 斯诺顺利登上太空一号 正好赶上艾美丽被打 他出手将就 艾美丽找到枪直接打死了囚犯 反锁之后暂时安全 罗塞胡也知道艾美丽的真实身份 他将是谈判的重要筹码 斯诺前来不只是为了解救艾美丽 他还要找到好朋友梅斯 通过后台查到梅斯的具体位置 艾美丽所在秘食氧气越来越少 霍格为了他能够活下去 选择了自杀 氧气越来越少 他也会死去 斯诺按照肖的指示到达秘食 此时的艾美丽已经晕倒 斯诺对他进行人工呼吸 成功救活了他 并带着他从密道逃走 罗塞胡又找来通讯专家 切断斯诺和外界的通讯 事情都到了这种第一步 艾美丽还不忘发挥天使的光辉 他还在担心其他人知怎么办 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 还想着解救别人 斯诺给了他一把枪 让他自己到五楼的救生舱 他还要去找梅斯 小姑娘嘴上不着人 但实际上还是有点害怕 罗塞胡在这个时候 公布了要抓捕艾美丽的消息 斯诺不忍心让小女孩单独面对危险 同意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走 两个人换了一身囚犯的服装 又自制了染发膏 强行将艾美丽头发剪去 染成黑色 最后还不忘给他一拳 脸上挂彩的艾美丽 瞬间野性十足 罗塞胡和兰格尔做了交易 他们手握王牌 让兰格尔不同意都不行 总统先生也来到空间站 他担心女儿的安危 和现在他们一点进展都没有 罗塞胡带着一群人 满世界的寻找艾美丽 斯诺带着他去了更不安全的地方 他们去了处球时 里面有上百名罪犯 想要活命就得靠引记 他们找到梅斯的囚事 发现里面已经空了 半路出现拦路虎 一个长相十分凶狠的兔子 拦住了他们 他干上了艾米丽 斯诺没有工夫和他废话 直接开打 这场战斗引发了群体效应 如果不是他们打开了后门 后果不堪设想 正巧的是梅斯就在这里 可不幸的是梅斯在解冻中 损伤大脑 早已经变成一个傻子 已经不记得皮箱放在哪里 来不及唤醒他的记忆 一群人开始大逃亡 太空一号撞上国际空间站 冷空气瞬间进来 梅斯被困在了里面 只要按啥紧急按钮也能脱困 脑子不倾行他 根本不会按按钮 斯诺严正看着他被冻死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 太空一号不受控制 可不是一件小事 操作员被囚犯扔到了太空 如果没有持续监控 太空一号将会落下去 最快的结果是 8个小时之后 撞上美国东海岸 斯诺带着艾米丽找到了救生舱 可救生舱只能容纳一个人 他让艾米丽先走了 他坐在窗口 看着发射出去的救生舱 大家都以为救援已经成功了 可是小公主根本就没有走 他清楚的知道 自己如果走了 总统将会下令攻打这里 只有自己也在这里 所有人质才能活下去 只有一个人都这么费劲 还要想着救一群人 可是他必须按照他的做 因为每次将皮箱下落告诉了他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海德尔想到更丧心病狂的办法 只要见不到他 每隔三秒就会打死一个人 小天使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场面 要求他停下来 告诉了海德尔自己的位置 可是海德尔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 开枪解决了剩下的人知 斯诺带着他赶快逃离 艾米丽告诉他 自己根本不知道皮箱的下落 他们逃到实验基地 被洛塞夫给发现了 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斯诺从高空落下 现在他们只剩下一个筹码 洛塞夫让艾米丽请求总统取消命令 他违背了囚犯的意志 让父亲下令摧毁这里 总统当然不愿意 让自己的女儿受到危险 可是兰格尔必须为国家考虑 他架空了总统的权利 太空一号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幸好斯诺及时赶到 不然艾米丽也会惨遭毒手 他们顺利地到达9号舱 穿上太空服 在太空一号被炸毁之前 成功地飞了出去 可是江洛塞成功落地 完成任务的斯诺 被警察带走了 毕竟他还是一个囚犯 恢复身体的艾米丽 凭借着梅斯的直言片语 找到他藏在地铁站的皮箱 又去了当时的案发现场 原来斯诺开枪 是要打弗兰克前面的犯罪分子 斯诺将皮箱拿给了销 销迫不及待打开密码箱 摆秘书 他不加思索地想要知道密码 让他彻底暴露 还为了利益将弗兰克出卖 真相大白 销被绳之欲罚 弗兰克的秘密并没有藏在箱子里面 而是藏在给斯诺的搭火机里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法国电影《太空一号》 是一部非常刺取的纵作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